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一个相关的讯息提供大家参考 ETF的讯息 对于小额投资人来说 债券ETF是保守稳健型的投资人 轻松参与 美国公债投资的管道之一 由富邦投信推出的富邦美债20年00696B 以及富邦全球投等债00740B 这两档ETF是布局全球最大经济体 美国的公债 以及全球大型企业投资等级的公司债 打造优质债券ETF 想要参与或者说有兴趣的听众朋友 可以到富邦投信的官网来查询 提醒您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钱应该详阅公开说明书 这个00740B 这档ETF 我个人看过 那值率真的不错 因为他头等债 会纳入 这个比较 这个投资等级 相对较低一点的这个债券 平等较低一点的债券 不然还是投资等级 他的值率将近6% 这种6%值率在过去来讲 真的是渴望不可期的值率 因为现在目前全世界利率高涨 所以这个想要赚席的投资人 真的确实是可以 可以持续观察了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现场 我们用这个YT直播的方式 再加上广播同步进行 我们请教的是 基本面大师阿文士 在我们节目现场 阿文士你好 那阿文士这个几次来都在讲 结果你看到微软创历史新高 微软现在市值2.6兆 今天比尔街 这个微软的创办人 到北京去跟习近平 这个两个人 坐在一起这个对话 这个马斯克到北京 都没有习近平接见 那个比尔街真的身份不同 习近平立刻接见他 然后另外呢 这个微软的股价创历史新高 就在这个美股周四 苹果也同样创历史新高 苹果的市值来到2.9兆 微软市值来到2.6兆 两档这个股票的市值加起来 就已经是5.4兆 5.4兆 我们说的是美金 不是新台票 5.4兆太金了 5.4兆 这个AI 市新KY創意 今天又在创新高 对 其实 过去我们曾经有讲过 就是说 就是说Chair GPT 它造成了一个风潮 可能是一个第三次的 所谓的网路革命 那这个东西 那时候曾经 有这个花旗典 有估说 这个市新的话 应该会到 1,920块 当然那时候讲说 哪有可能 但是台湾的股票市场 常涨是 你可能说说 涨了2,062点 你有可能赚的指数 赔的差价 因为你不敢追高 大家的想法就说 这股票去这么多 那我们应该来买 没有涨的股票 等一天 等两天 等一个礼拜 等两个礼拜都没去 眼睁睁看着 市新创意 或者会涨的股票 一直在涨 比如说我们这样讲 今天像所谓的 这个重电股 包括重新电工 或者是像所谓的 华城 市电 这些东元 又涨了 整理一下又涨 那这个为什么 会有这个模式 其实因为这跟台湾 有一个特色 就是嘎空 也就是说 你台积电 过去法术会讲说 今年赚33块 明年赚39块 没有改变 股票从跌破500块 涨到590 那为什么它会 跌500块 涨到590 基本面33块 明年39块 没有改变 但为什么会涨90几块 那就是因为 整体就是所谓的 这个嘎空 或者是所谓的 这个美股 这所谓的人工智慧 却有激励这个概念 扩散 所以你可以发现 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 这个所谓的 这个华城 或者是像 重新电工 市电这类型股票 你想想看 这种重电的股票 以中心电工 你赚6块 你能够赚到 8块9块很难 你一点都 都挤到7块多而已 但是为什么股价 会涨这么多 这个空间都是来自 于嘎空的一个模式 你看华城 它农均一额是45% 将近42 43左右 就是很高的水准 卷之比 卷之比 那什么时候回补 企业份要回补 那企业要回补的话 空头一大堆了 因为卷之比42% 市电的话 29% 将近30% 那你会发现 就是说 奇怪的 它已经超过 它的本益比很高了 获利也没有明显的增加 那个也没有 更多的好消息 为什么 它整理一下 又攻整理一下 要攻 就是嘎空 因为农均还没有回补 但农均如果 明显大量回补 它可能会下来 所以你会发现 说这个盘 涨2062点 明明是赚了指数 赔了差价 因为这些所谓的股票 是它加空 我们以汽车股为例 Tesla大涨 那湖联有很多的股票 涨一天就涨不动 但是只有一档股票 它就拼命涨价 华福 6 235的华福 那华福为什么涨 其实华福它的概念 是所谓 李美和军的车价 中工车价 这意思就是说 以前可能我一台车 我可能要花100多个住建 把它组成一个车子 那未来用李美邮金 可能10个20个 就可以组成一个车子 那我可以减重50% 这个就是ESG 利能环保的概念股 那到底获利出来 没有那股价就一直涨 因为它均值比40% 所以变成发现 就是说涨了2062点 赶快去买一些 没有涨的股票 因为行情很好 它可能会补涨 不会动 但是一看 那怎么中心电工 休息一下又涨 华晨休息一下又涨 市电休息一下又涨 创意休息一下又涨 然后这个所谓的 这个四星休息一下又涨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变成说现在股票 常常有一个模式 就是说因为除息忘记 那往往就是会有一些 所谓的这个 嘎工的一个情况出来 但是又有一个相反的 就是有些反而是 除息息太多了 除息息太多 比如说你像这个 所谓的这个长龙 它70块 那70块很多人就说 你看那个头信都在买 连14买连15买 那是不是可以 但是问题它假除息 70块 变成有可能 你的股价没什么涨 你现在持有的 如果假除息的话 因为除息的话是 假除息是除息前六天开始 每天都会通知你 因为你70块 所以你有可能要 融资维持率会降到 130%以下 你就要补钱 反而你的压力就会更大 所以有的话是 农却用嘎工 有的是因为除息 假除息 变成怎样 变成你要被迫去缴钱 那等于你的卖压就比较重 但人家投信要买 投信他就 他的想法是说我可以握半年 或一年握两年 我就是要赚这70块的息 那重点的话就是说 他会认为股价净值比 他现在是0.5倍 以前他在涨的时候是4倍5倍 现在才0.5倍啊 就我持股半年 一年两年三年 这个股价净值比是低的啊 而且他有70块的息 我可以放一年两年三年 投资人有办法 放一年两年三年 一个月没涨 两个月没涨 就开始回头了 哇那都不去啊 都那高股息ETF在买长龙了 对 所以他买长龙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我握一两年嘛 因为我家股价净值比0.5倍那么低啊 所以他长线来讲 我不管他最近 虽然是有坏消息 因为FCFI指数还在跌啊 所以这个没关系啊 因为净值比很低 而且他有70块 我握久我就可以拿到 但赏户的话 马上就会面临贾主席的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台湾的股票市场 涨2062点的省思就是说 常常赚的指数赔的差价 因为有一个心态的话 就是不敢追高 那不敢追高 但是有些股票追高 你又套牢 但是真正这些强势股 真正不敢追高 他就持续在涨 所以现在整个环境面 其实还是有一种模式的话 就是人工智慧的概念 他会扩散 比如说他扩散的话 扩散到伺服器 扩散到所谓机壳 扩散到印刷电路板 扩散到窄板 扩散到所谓的铜箔机板 拨迁布 他会一直扩散 然后这个重电的话 他也会扩散到厨人 充电桩的一些族群 然后现在的话是航空股 那我觉得航空股 滑航的滑舟会回来 听一听的话 当然只是那个味道 就是说两年前 那个航空股的味道 稍微有 但是没有那么熔烈 但是已经有那个味道 就是说可能 因为以前那个两年前的话 这个航空股是缺货柜 因为厂景十几年来的不景气 做货柜的那个厂商越来越少 货柜少 忽然间景气一好的时候 整个船能够载的货柜量有限 就要分好几次来载 那另外就说 国际海市指数就说 你没杀一种的 那个太快 太快 你那个二氧化碳排量很大 你要有拖流塔 所以那时候还要买拖流塔 开的速度又要慢 所以整个就 航空股就大涨 那现在有个模式就说 因为这两年 客运很差 那客运很差 那我会这种办 我改成货机 货机里面就要把椅子都弄掉 弄成那种样子 那一般来讲 如果你要改回来 要三到四个月 因为你要改成座椅 要变得很漂亮 要涂得很漂亮 要整理得很干净 怎样 冷气要很充分 怎样 你如果客运 货运的话 根本不需要什么冷气 那也需要冷气 但是你客运的话 你就要冷气 你要调 你要三四个月的时间 然后如果你要定新的 要三四年的时间 那现阶段的话 大概原则上就是 波音跟空中巴士 那个出货 那个客机越来越多 因为大家在讲 货运量也多 加上油价 其实年比 为什么CPI从4.9降到4 其实是冷饮价格的问题 油价是年减很多 油价都跌破70 对 然后加上这个机票 平均的涨幅 跟经验同时 也涨27% 所以你卖出去的 你的价格是涨 你的成本下降 加上你货运量大幅的增加 加上你现在的客运 要征搬 但是没有飞机 在这种情况之下 整个那个模式的话 跟两年级有点厉害 但是只是闻到那个味道 要像那种情况 当然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问题那个味道 造成最近航空股大涨 也是这个关键 那到底航空双雄 今年跟明年的EPS有多少 这个很实际 我们等一下回来 请教阿文斯 发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今天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基本面大师 连前文分析师 在我们节目现场 刚才广播期间 我们直播继续 结果游影无声 很多我们听众朋友 就讲说 这个不公平 阿文斯在跟你报名牌 偷偷讲悄悄话 没有这种事情 我给你讲 是因为我们同事 在换电池 我们刚刚那个麦克风 没电 换电池 所以听众朋友 请斗内给我们电池 好吗 斗内 money给我们 好不好 我们就散了 我们要买电池 这开玩笑了 好的 继续请教阿文斯 这个疫情三年 很惨的 最惨的时候 我知道航空公司 把飞机 去停在 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里面 那叫飞机坟场 现在这些坟场的飞机 都要飞回来 对不对 然后呢 都要再重新整修 因为沙漠里面 里面 你的飞机 不是说停在那边 回来就马上可以飞了 那还要搞很久 所以这个就是 现在位置不够 对 那位置不够 使得他们的这个票价上去 对 那那个 EPS自然水上船高 但问题是 到底他们可以 给多少本益比 以及他们两家航空的 EPS可以到多少 对 因为这段时间说真的 我们再看外资的报告 有时候你会发现 他在所谓的获利 他之前 比如说他估15块 他现在把你调到13块 15块调到13块 理论上我们就想说 那目标就应该调降 他反而本益比 从12倍把它调降到16倍 他说现在景气好了 但是你不是从15块降到13块 他反而就说现在行情好 他本益比从12倍调降到16倍 所以我们应用在这边就说 华航到底可以给他本益比多少 所以这种他如果没有赚钱 有时候本益比给他很低很低很低 5倍 对 但是有时候他开始可以赚到3块钱 2块半3块钱 本益比给他更高 15倍 都有可能 15倍3块就45了 所以他们这种 所以我们在讲股价净值比的观念 长老航空他的股价净值比 可以到4.5倍到5倍 他现在股价净值比是0.5倍 你看那个股价的差距就有多大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获利可以获利很大很大 但是他有可能是亏钱 OK 那好航也是这样 他有可能是亏钱 但他有可能一赚3块 3块半 那个差距就很大 那差距很大 你又把本益比调高 那目标价调高的幅度就很大 所以有时候操作这类型的股票 你会发现 长老航空 长老海运涨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发现 它的高点不知道在哪边 然后你会发现 航空股也有这种特色 所以一旦真的是多多气势起来 那因为他现在农券也增加蛮多 是一万三千多张 而且他也快回补了 那他也快出了吗 我刚才看的话是一直找不到他 他的那个他大概配零点四六的现金的样子 好像是好像是七月要出息 对对 所以如果是这样 我一直在找他的一个农券的日期 一旦公布的话可能会盖一段 就是说因为时间至少有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沿着上 他现在农券大概一万三年多张 也是做一个观察 好 谢谢三位大哥们的大姐们的donate 林士杰 谢谢您 还有Joseph我们老朋友 还有BC我们的老朋友 士杰 你是按错见了吗 为什么两次 谢谢你 OK 阿文是有讲有差的 你来我每次都讲一下 等一下我们去喝咖啡 谢谢 没有啦 开玩笑 我们真的不是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要donate 真的不要误会我 咖啡我们可以自己买 下次请我们donate的听众朋友 来我们电台一起喝咖啡 好 那我们来谈一下那个Covus 也是这个 哇最近什么星云啦 红朔啦 这些概念也是奇标 对 其实这个概念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未来一定的方向 怎么说我们这样来讲 这个台积电90%的营收来自于新进制程 就是比如说我一开始我28奈米 后来我变成16奈米 12奈米 7奈米 5奈米 3奈米 但他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我28奈米 我收你代工费用是3600块 美金 但是到7奈米我就收你1万块 那现在可能会降价啦 然后这个5奈米的话 我一开始我收你16500 你想想看 28奈米3600以下子我如果是一个厂商 我要用你7奈米我要花1万块 1万块美金 然后到了所谓的5奈米我要花16500块 到了3奈米本来是3万美金 现在降到大概2万块 1万8左右 那这样才有人敢用 但是你可以发现从3600到1万8 我今天用你的东西 但是我产品的价格没有办法像苹果可以一直涨价 其他的产品不容易涨价 但是我成本都要自行吸收 越来越贵 也许个人已经我用你的AP 我用46块钱美金 我现在要花100多块来买你的这个晶片 所以变成说这个星期制整到了2奈米 搞不好到2万4千多块 那过去我们是用3600多块的水准 现在要用到2万4千块的水准 所以这个趋势一直往矮米什么这样一直走 其实厂商承受不了 就是说这个成本太重太重 所以未来一定是一个方向 因为现在封装这个对台积电营收大概只有7% 但是台积电我觉得厂商一定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说三个凸隔量赢过一个 三个臭皮酱赢过一个凸隔量的想法 因为之前利基电曾经讲过说 他用55奈米的CPU 加上22奈米的D-RAM 做出来比7奈米的所谓的这个AMD的晶片还好 叫做贫穷的5奈米 因为我是55奈米的CPU 7奈米22奈米的D-RAM 我一直整合 用所谓的CoreOS来封装 就封装网我的效力比7奈米更强 那你想想看55奈米才多少钱 22奈米才多少钱 我花的钱很少但是我的效果是比1万块钱美金的7奈米效果还好 他讲这个他经过测试吗 当时他讲是穷人版的5奈米 那当然因为先进封装为什么一直维持在4.37% 主要是因为他可能在散热在技术的成熟度是刚发展的 他不像就是说我今天从28奈米16奈米7奈米 我以前用骑士的都很都很习惯了 我用这种分配的我已经习惯了 所以我往这个进程的话我做的有点顺 电晶体一起塞电晶体一直塞一直塞 但塞到3奈米2奈米发现成本降不下来 我的成本毛利率就大降了 所以就有一点困难了 所以变成我说其实过去做先进制程的话 他们是比较顺 那封装的东西的话是 两个不同个性的人要住在一起 两个是不同国籍的人要住在一起 两个人的话是思想完全不一样的要住在一起 那搞不好要很多人住在一起 比如说你一个晶片 CPU可能把里面的晶片 GPU都拿出来就小晶片的堆叠 你可能会堆叠可能是六成 你想想看要把它堆叠十六成多困难 那你要把CPU跟D论合在一起 两个合在一起又把MCU什么合在一起 这种一直塞的本来就是 就是说以前没有的东西 先要把它奉装在有点困难 但是一旦利器店他谈的这东西就说 我用55奈米22奈米 我比7奈米更强 那这样我花更少钱 搞不好我做出来的比5奈米3奈米更好 那我为什么要去花两万块 花所谓的一万六千五百块 花一万块那么高的价格去请代工费用 我可能花个两千多块来做一直整合 总多的费用不超过四千美元 但是我做出来的可能比一万块的美金的效果更好 那我为什么不做先进封章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这次NVIDIA一下单 明明我知道你台积电的产能只有八千片到九千片 越产能了我下一万片给你 我以前是下单三千五百片 但是我一下子就下一万片给你 我为什么不要去做去下七奈米的单 或是去下五奈米的单 我要去下COAS下一万片 你明明产能只有八千片到九千片 所以台积电说那我明年要扣装到两万片 这个意思就是说先进封章这个东西因为便宜 虽然它现在有困难 散热各方面还在测试的过程 但是我相信未来这个就像台积电过去的技术一样 它常常都能够去克服 二奈米三奈米都能够克服 难道这些先进封章的技术难道没办法克服吗 那一旦克服的话 搞不好它现在营收七个百分 搞不好两三年 这种所谓的先进封章在台积电营收 20%15%其实都有可能 我觉得明年就有10%以上 所以一直觉得这种COAS这种封章的东西 必然成为厂商一直要求台积电这样做的 那阿文斯那这个相关的佼佼者 整个供应链有哪一些 对对一般大家都讲就是说就是新银 或者是像所谓的万论太深 或者是像所谓红素这些 但是有些东西是这样 你的设备你也可以像日本东京卫地买 你有可能像爱德卫买 或者是像美国的应用材料 或者是柯林柯雷买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有实质 但是真正我是觉得封章的技术 就是台积电子公司要精彩 因为封章一定给自己做 那现在说日记光拿到订单 是因为自己做不完 因为我产能有限 我八九万片 我订单两三万片 我当然委外 但是我既然有产能 未来扩充产能 我一定给我子公司做 所以我觉得真正受惠最大的 是在封装这一块 像精彩3370这类型的 应该搞不好还是有一些机会 我有一次跟精彩的一个董事 聊过天 他跟我讲说精彩最大的问题 就是台积电不给精彩赚更多钱 他跟我讲说你知道吗 那个刘德英就不想给我们赚很多钱 他如果要给我们赚很多钱 我们精彩赚很多钱 都空在台积电手上了 OK好谢谢大家